1 2 3 4 真心的陪伴 与你突然不散 你的喜怒哀乐 全有我那分难 这是高雄人 马迹的电台 你就是散 你就是散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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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剧成 朋友们在演出开始前 请容我们提醒您 演出中可以用手机 用电脑用收音机 但请不要拍打 喂食或是转台 拜托 如果您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让我们一起走进 人生 小剧成 哈喽 所有的听众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943 人生小剧成 我是汉轩 不晓得这个星期 大家过得好吗 再接下来呢 汉轩邀请到了 两位好朋友 来到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棒很棒的活动 那这两位朋友呢 有一位是在几个礼拜前 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 欢迎他 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是汉轩的一个 很好的朋友 他叫做小翠 哈喽 哈喽 汉轩好 是 那今天呢 两位为什么会来到现场 我想我们等一下 再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先来请他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们自己好不好 嗨大家好 我是欢玲 我是南异乐级的团长 然后另外也是 跨虾米艺术节的总招 是 那大家可能想说 为什么那么快又出现了 其实这一次 我们要带给大家 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一次的 访谈当中 有聊到了跨虾米艺术节 那这是一个很精彩 很精彩的活动 所以呢 今天特别再邀请他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到底有哪一些精彩的活动 跟内容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 邀请到小翠来到现场 大家好 我是小翠 那我自己呢 是凤东文创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那也是 跨虾米艺术节的行政总监 是 那么呢 我就想说 为什么 大家可能会很疑惑说 这两位 为什么会合在一起 为什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会邀请到两位 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 来聊天 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 这一次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活动 就是跨虾米艺术节 那跨虾米艺术节之所以会产生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出现 跨虾米艺术节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 很想要做一个跨领域剧场节目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南部做跨领域的剧场节目 其实大家都还在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 那大家好像没有一个机会 没有像台北这样子有很多的场合啊 聚会可以让这个创作者或表演者 互相聚在一起去做一些讨论跟交流 那所以一开始其实是 只是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甚至不在这个正式的剧场空间里面 进入到这个城市空间 我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可以去进行一些比较小的创作的一个 发表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后来呢因为刚刚提到嘛 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一些比较小型 然后实验性的一些创作带到非剧场的空间 那非剧场空间当然我们就要进到城市里面 进到社区里面去寻找场地 那今天就发现 我跟我自己居住的这个社区啊 城市啊都好不熟悉哦 对我想这应该是现在都市生活里面 大家都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大概只会在我工作 然后住家两点一线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两点一线的去 一直周而复始的这样子生活 然后对我居住的这个地方 它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 或是未来大家有对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想象 这些其实都是空白的 嗯 那我就觉得 我突然好像到了一个想要去了解 过去事情的这个年纪 然后就觉得 除了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演出 那这个地方跟我们本身的生活 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因为创作就是源自于生活嘛 嗯 那可是你对生活一无所知的时候 是一片空白的时候 我想那个创作也很难 真的是去进入到大家的内心 嗯 所以就开始了觉得说 我要把跨虾米之一个活动 把我们的创作还有艺术家 都带进社区里面去 那就开始了跨虾米艺术界 因为其实在上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了说 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 其实现在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的生活的那个空间 大概就是自己的家里面 跟自己手机里面的世界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可能透过了网路的世界 跟别人取得了连结 或者是有这样保持联系的关系 可是很多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管是一个转角也好 又或者是一个庙宇也好 又或者是一座建筑物等等的 他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等着我们去发掘 可是现在我们人跟人之间 或者人跟这个环境之间的那个距离 我觉得是越来越远了 特别是像刚刚我们在聊到 其实我们在凤山这个地方 凤山是我觉得高雄非常非常有人文气息 而且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那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想想看在凤山 他有卫武营 他有大东 他几乎可以说是在高雄市里面 艺文场所最多 然后他也是应该是有最多艺文人口的地方 可是曾几何时 就是凤山就是越来越少人 然后越来越少人关心这件事情 那渐渐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透过了夸虾米 然后透过了大家的努力 我们渐渐让大家再一次的去发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这么多有意思有趣 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的事情 那现在我就好像来问一下小翠 那是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让你可以去看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也进而来加入了这个团队 一起来合作呢 我觉得跟我自己本身的人生的一些转折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大概工作了11年 那我其实就是一个担任艺术行政节目制作企划的人 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刚才汉轩说的 卫武营这个场馆在凤山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可能性 那因为我自己身为凤山人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这个地方努力 那也努力了11年终于开馆了 然后很多的大节目都做 那当然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 觉得说那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那这时候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生长力凤山 除了这样一个场馆亮点之余 我自己的能力还可以做什么 然后很巧妙就是有一天呢 我其实就在FB上面 然后我有交换林之前都是 可能知道他是一个表演团队的团长 那也就是突然有一定看到他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说他讲跨虾迷 然后就是他有哪些困难就对了 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就突然想说 嗯我要联络他 那我要问他我可以做什么 那我就直接就是联系他了 然后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出来聊一聊 讲一讲这样子 我就觉得现在的我需要奉献一些自己可能之前的经验 然后来如果又是在自己的家乡在地做的话 那我真的很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样 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一拍即合 因为以前在卫武营可能就是 他是一个音乐团队的团长而已 但我一直知道他在做跨虾迷 因为跨虾迷今年是第三年了嘛 那前面他在做跨虾迷的时候 也是卫武营最忙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机会去参与到活动 所以一直心里中有一种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实际到了 那刚好我的生命的状态也在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个转折 所以我就觉得他毅然决然就觉得 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加入 然后看我们可以为凤山怎么做努力这样子 因为就是之前我有邀请小翠 然后到我的就是课堂上面 然后去做分享 然后在那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其实小翠就讲出了 他其实这11年奉献在卫武营的这个青春 然后接下来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然后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换林团长 他怎么样的努力去做这件事 刚刚讲的其实很客气 就说一拍即合 然后就是看到了之后就开始合作 其实是在看到那个当下 就觉得天啊我们很心疼 这个就是换林团长这么辛苦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之前我们在卫武营的聚会上面 然后呢大家就在打招呼 然后大家可能坐在那边 我们去可能聊天啊 又或者是我们去看节目 然后他就会带着他的DM 然后就一个一个去发给大家 那感觉就很像是一个业务员 他拿着他名片 然后拜托大家给他一个机会这样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也跟小翠一样 我就在想我到底可以帮忙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到现在 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透过广播的节目 那可能也很多人 他是用线上收听的 用Podcast 用播客的方式 我就想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忙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可能没有办法 有太多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夸箱里面 跟大家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付出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参与的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协助 然后透过推广的方式 跟着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大家共好的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 哇 在高雄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 它是一件很棒的事 特别是在 现在一个 就是在高雄 大家都很需要支持力量 跟鼓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投入 一起走进社区里头 然后去看见跨虾米艺术节 到底跟大家来跨虾米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想要赶快来请两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其实跨虾米艺术节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其实是 一开始是一个跨领域创作的一个交流 还有呈现的平台 那到了今年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就是真正的邀请了艺术家 在凤山驻地了一个星期 那我们透过这一个星期 由高雄市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的老师 带着大家在凤山 真的走了一圈 很认真很扎实 走了两天还三天 就不是那种走马看花的导览 对 它是真的是深度的 然后他们住在黄埔新村的民宿里面 去体验那个眷村的氛围 那真的在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们又不定期的在线上跟这些艺术家 去关心他们的一个创作进度 然后继续补充他们需要的一些 在地的文史的资料或者是故事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连串 慢慢的去发酵 让他们在11月20跟21的时候 真的进入到社区的各个空间里面 去做演出的呈现 为什么今年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改变跟想法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小翠的加入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人做得到的 因为光艺术家进来然后一次六个人 然后其实我们今年的驻地创作展演是有七个节目 第七个节目他是小翠来介绍一下好了 第七个节目就是也是跟钱东家有点关系 就是他们这是马戏的平台呢 邀请了一个叫狂梦艺术台中的一个团队 那他的团长叫做黄子毅 在他在跟文文合作这个途中呢 他其实需要做一个现地创作的事情 就是凤山现地创作这是魏武云给他的命题 那他就需要一些在地的资源去帮忙 然后让他了解这个凤山这个地方 然后有哪些就是私密点他可以去看 或者看到这边的生活产业这些东西 甚至是访谈 那刚好就是我们在跨虾民 其实我跟幻年在说 其实很希望协助艺术家来了解这个地方 那更很多像刚才说文史协会啊 或者是说其他社区的的人民 我们认识的人就是可以协助艺术家 去了解这块地方 然后去做创作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跟子毅邀请说 那如果你在魏武云有一个演出 那是不是可以在凤山城 凤山城这个在地的地方 也在我们艺术节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演出 所以就促成了这一次的事情这样子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艺术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跨虾民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 他其实上面有一段影片 是做这次的这个演出的介绍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 好精彩哦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很可能会在这一次 然后在不同的 虽然是在凤山的这个城 但是他其实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一起去发展出这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呢 时间很宝贵 就是只有在11月的20 跟21号这两天 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 那还有哪些特别的东西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伙伴一起来分享呢 我想要针对那个筑地创作这个六个艺术家 我也想再多说一下 那我自己因为是凤山在地的人 然后这六个艺术家呢 本身有两个人 也是凤山在地人 然后呢 年纪上也是20出头 那大家都可能在台北工作或什么 所以呢 他们看到这个筑地的讯息 他们自己来报名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之间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像我们这次 其实最主要筑地的一个场馆 其实是在一个叫凤仪古仓的地方 那他的地点其实是在凤仪书院的后面 对 那因为最巧的事情是 我的老家就在凤仪书院的旁边而已 那也因为跟幻灵的连结 然后了解凤山这些伙伴 然后这次筑地 我才发觉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古仓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而且最妙的是 从我家小巷子进去就可以到那个古仓 可是呢 那是爸爸妈妈从小叫我们不要进去的地方 因为他是一个 以前在凤仪书院 没落之后 有非常多的钉子户 进去到那些巷弄里面 做一户一户 然后非常的乱 龙蛇混杂 所以小时候爸妈就觉得那里治安不好 所以就不会叫我们去 可是你看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之后 就我这样子的凤山在地的人就觉得 天哪 原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清朝留下来的古仓 那经由就是这些伙伴的努力 他现在变成一个可以做活动的文艺空间 展览的空间 然后就在很漂亮的巷弄里面 那也因为这样子 这些艺术家 这些我们这是筑地的艺术家 他们也看到这件事 他们觉得就是很震撼 对我来讲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平常经过的地方 其实他有很多的故事 以及他可能还有不同的可能性 藉由我们艺术的创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 应该是说除了说对在地人的冲击之外 我们也可以藉由就说 我们这是也有花莲来的台北的艺术家 那他们也看到凤山这个地方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他给我们的回馈 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城市更丰富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艺术家带出来的 在不同县地的一些创作上面 可以让凤山在地人 或者是外地人了解 其实凤山不是一个老城而已 其实他的一些旧的东西 是可以再被利用 然后有一种新的感受给大家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这次加入之后呢 在筑地创作这一块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有非常多的收获的地方 我光是用听的我都起鸡皮疙瘩 我想说天哪就是 刚刚一开始在讲凤蚁古仓 然后我想说凤蚁古仓 凤蚁书院 它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吧 我还在那里想了很久 然后后来呢 小翠在跟我们讲之后 我就开始发现 哇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腐蚀即逝的美好 可是其实真的都被错过了 那真的是透过了 这样的一个艺术结境 又或者是透过了很多 真的有心去帮助 每一个环境当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热情的人们 每一个创作者跟表演者 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去认识 更多不一样的凤蚁 到底是长什么美丽的样子 那其实我还想要再问问看 就是说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 就注定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它一定会跟居民 会有所连结 那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管是特别的事情 好笑的感动的 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的 这个契机里面 然后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其实就像刚刚汉璇一开始讲的 就是当代人的生活 它有很大一部分 甚至是比实际生活 更大的一部分 就是其实是在网络的世界里 我们透过手机啊 透过网络去进行各种活动 然后进行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那反而很少 越来越少的机会是 大家直接面对面的说话 好像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之后 那个人际连结也变得越来越淡薄 那在透过跨峡米艺术节的 活动的筹备期间 不只是这个驻地的活动期间 就是还有其他的活动在筹备当中 我们都需要跟社区的民众啊 在地的一些店家 去进行一些沟通跟讨论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带给我一个动力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那种很会做公关的人 对平常好像也是可以 不要讲话尽量不讲话 我觉得这是都市人就是 大家生活 就是可以用手机讲的 就尽量不要开口讲 可是好奇怪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好像就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 那因为有这个活动 才促使你就是 好像我要走出去 跟别人讲话过头 然后你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人跟人的连结慢慢回来了 你不只是在跟你个别要沟通的对象连结 你也在帮这些凤山所有的在地店家 或者是社区民众 有一个连结 因为大家有一件共同要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我小时候 就是一年一度这种很大型的契约要普度 那大家就会要去那个商量说 今年要大家缴多少钱嘛 那谁要当那个主祭 大家在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邻里间才会稍微冻起来 就热络了起来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跨山民艺术节 我自己会觉得有那种普度的意味 有一年一次大家知道要做这件事 可是大家共同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个目标 那大家就会稍微的 那个人际关系就会稍微连结起来 那我自己这三年这样子下来 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称之为它是家 可是那个家好像只有限定在 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里面 那你会觉得那个 根没有办法真的长到土地里 生命的根没有办法真的长到土地里 但是当你就是 你这个家的概念的范围 扩大到整个社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归属感会很强烈 就是我是真的是这个地方的人 我是凤山人 然后我在这里长大 我在这里有很多故事 然后我甚至可以把这些故事 告诉我的小孩 我觉得那个归属感 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然后你会对这个地方 会越来越有想法 然后我会希望它变得更好 然后也会希望跟住在这里的人 都一起变得更好 嗯真的耶 就是这个家到底 它是一个在房子里的家 还是它是一个社区之间的家 又或者到整座城市 整个环境的美好 我真的觉得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小崔呢 小崔在今年我们在加入之后 你觉得其实在你自己在合作的过程 不管是看到了环境跟居民之间的这种改变 又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磨合 有没有看到什么我觉得很特别的 或者是除了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古仓的事情之外 有没有哪一些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嗯我觉得整个加入的过程都很深刻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跟幻灵聊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他刚才讲的这些 他对于这个环境中的观察 这件事情我也很有感觉 就是现在我隔壁的邻居 我都可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嗯 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跟状态下 呃我们如果可以慢下来 然后去了解我想了解的地方 然后跟这边的人交流 很实际的交流跟对话理解 然后一起找出可能性去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我来讲很珍贵的一个事情 因为嗯有时候是需要预见这件事 嗯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 除了习惯性跟艺术家工作这件事 我就是跟居民 然后甚至是 这是我觉得幻灵最厉害的地方应该是说 他去串联非常多凤山的店家 嗯 以加入艺术节我们做Opass这个 可以让观众来到这边 还可以去不同的店去做体验 那我们在认识这些店的时候 藉由他我认识这些店的时候 我发觉有很多年轻人 那可能是比如说米店的第几代人 然后他就回到这边做一个冰店 把米店改成冰店 嗯 那或者是说他在这边做一个 在你可能不知道的角落 做了一个很有趣 很好品质很好的咖啡店 嗯 那我就会觉得这些人都激励我说 对我们应该站出来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是那股有一种 我不知道就很柔和温柔的力量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见得可以 在美式的艺术节就做到 我们一定百分之百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至少 这些的串联 我真的觉得很真相 以及我们试图积极去改变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号召就是说凤山的人 或者是这些年轻人们 大家会重新想自己生长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让这个地方更好 我觉得就是刚才欢迎讲的 我也很珍惜这个可以供好的可能性这件事情 嗯 说是温柔 其实他应该是很强烈的 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产生的不同的那种 是就是冲击蛮大 但是我们是用很温和 我们希望慢慢的去跟大家接触的方式 是 嗯 那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跨下面艺术节 就是10月的20号跟21号 我们除了会有朱棣的艺术家的 朱棣的创作之外呢 那我们这次其实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活动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来跟我们的伙伴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大概会有哪一些的活动 然后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伙伴 一起来听听看 一起来分享看看呢 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去认识一个地方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专业的导览去带领嘛 所以我们这次也设计了四条不一样路线的这个导览 那我们的导览比较特别的是 比如说我们要去介绍 在凤山以前很重要的一个打铁街 嗯 那我们在介绍打铁街的时候呢 在导览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大家去做一个精工体验 就是把我们的导览的内容呢 跟实际要去让大家动手操作这个内容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呢 你不只是可以这个单向的去聆听这个导览的内容 那你也可以真的是去参与 然后做这个制作 手工的制作的部分 嗯 那另外还有一条 比如说我们要介绍这个恰山贵 那我们要介绍恰山贵 就会讲到这个赤山的米食文化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大家加来动手做 昂谷 我自己个人非常推荐这条路线 因为真的是 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参加 是 我其实我刚刚就是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就想说 我也好想去打铁 然后我也想去用精工 我也想要做昂谷柜 怎么办 那个 诶 时间排得非常的刚刚好 因为呢 就是比如说刚刚 欢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打铁 然后精工的体验是 10月21号早上9点到12点 休息一下下 下午我们再来做米食的文化导览 多么棒的一个行程 对 就是两天的上下午都各有一个路线的导览 跟这个体验活动 是 那但是除了这个导览跟工艺体验的活动以外呢 我们最大的这个主场 主舞台的活动 更加的精彩 他会在两天 11月20跟11月21 两天的下午3点到5点 在凤山非常著名的地标凤林广场 这个活动呢 是免费入场的 所以这个活动呢 可以邀请大家 这是可以合家一起来 一起走进来 对 那凤林广场最特别的是 就是他那边有一间 舒适人文茶饮 所以呢 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口渴 就是在这个广场上面呢 又有饮料提供 然后舒适的座位 然后旁边呢 还有沙坑 就是你可以把小孩放生在沙坑 然后很悠闲的坐在椅子上 点一杯饮料 享受下午时光 是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还说 真的就是 真的 有一个可以让小孩子放电 然后我们或者是叫做放生的地方 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的时候 爸爸妈妈其实也很想要享受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时光 那也很多的时候 小孩子他 你以为小孩子他想要跟你在一起吗 他不一定想跟你在一起 他是被迫跟你绑在一起啊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去做 他们自己想要去做 想要去玩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哦 刚刚其实小翠有跟大家讲说 去认识了这些不同的店家 然后我们打开那个DM 看到那个合作的店家 我整个就是为之一亮啊 就哇塞 那个合作的店家 满满的几行啊 三 四 四行耶 就满满的四大行 然后有不同的店家 十一住行几乎都有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而且真的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 你不只是去体验了在凤山的居民 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在这个土地上面长出来的艺术 长出来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融合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真的会带给很多的听众伙伴 或者是我们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这些很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想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跨加米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 还要再一次叮咛我们的听众伙伴 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去体验到什么样不同的东西 又或者是我们可以邀请他们 一起来做些什么 哪怕是帮我们按个赞 帮我们去分享更多这些不同的资讯都好 这次我们除了有跟16家这个餐饮业者合作 另外我们也跟黄浦新村里面的6家民宿 那这些民宿呢 他们的建筑都是从日据时代就留下来的 然后很特别的日式的这个眷设 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在这两天当中呢 也可以了 把它设计成一个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然后进驻在黄浦新村 那这样子呢就会有很充裕的时间 一一的去想一下 哎我要去哪一个活动 是黄浦新村的现在的样貌跟过去 真的很不一样 但是它又保有了历史的味道 但是它有更多的创新 有更多的文化在里头 值得大家真的是可以两天一夜 然后来走一走 然后呢来看跨虾米艺术节 好的 那么呢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 不晓得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伙伴 来一起分享的呢 跨虾米艺术节 欢迎你来凤山玩 欢迎大家一起来凤山玩 一起来走进跨虾米艺术节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943人生小剧场 我们下周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